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摩根士丹利报告近日指出,中国智慧型手机市场复苏,使手机制造商低水位库存要恢复安全水位,故下单更多零组件,使记忆体价格第四季明显反弹。 2024上半年,有更大上涨机会。 市场研究及调查机构Tranforce预估,手机商行动装置DRAM库存为4-6周,且含1MMC,UFS在内的LAND库存6-7周。 Tranforce上调2024年第一季行动装置DRAM和LAND单季上涨幅度达18%至23%, 较之前价格大幅上涨。 群联因拥有大量低成本记忆体晶元故受贿。 另外,记忆体厂南亚科虽然没有HBM与DDR5益处,但中国手机市场复苏,对南亚科依然有帮助。 但手机市场销售金额约占总营收10%,不及消费型产品60%,使南亚科发展有待努力。 另外,苹果iPhone 15系列还在热卖。 iPhone 16系列的爆料刚出,有可能回归经典设计。 这不,iPhone 17的一些相关消息也出来了。 按照业内爆料者的苹果技术路线,iPhone 17 Pro将是苹果第一款采用单挖孔的手机,届时苹果会将Face ID藏于荧幕下,带来更沉浸的全荧幕形态。 据此前,海内外媒体报道,台积电向辉达和苹果等大客户展示了N2节点2奈米工艺晶片原型。 台积电方面,没有就该报道的具体细节发表评论,但表示2奈米技术的开发进展顺利,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量产。 台积电表示,这种奈米片电晶体将提高效能、能效和电晶体密度。 该公司声称,在相同的功率下,这将使3奈米的速度提高15%,并在相同的速度下降低30%的功耗。 这也意味着,一大2奈米工艺商用,它将成为业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不止如此,三星电子也计划到2025年实现2奈米制程的量产,到2027年实现1.4奈米制程的量产。 当然,技术先进的代价就是,2奈米代工价格越来越贵,在3奈米涨价到2万美元的基础上。 2奈米代工一片晶圆的价格是2.5万美元,未来搭载2奈米晶片的产品价格应该也会上涨不少。 如果台积电进展顺利,那么首款搭载2奈米晶片的手机就是iPhone 17 Pro。 汇达执行长此前也在GTC2023上表示,该公司与台积电共同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将于今年6月投入台积电2奈米的生产中, 预计运算时间仅有此前的四十分之一,并进一步精进周期量产时程, 同时降低制造碳足迹,并为2奈米乃至更先进制程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台积电也在持续布局相关专利储备。 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台积电公司取得一项名为包括电感器的封装, 授权公告号CNR20-155525U,申请日期为2023年5月。 专利摘要显示,本时用心形提供一种包括电感器的封装, 包括第一重布线结构,精力,设置于第一重布线结构之上, 模制材料,环绕精力,第二重布线结构,位于精力及模制材料之上, 以及电感器,包括高导磁合金心。 高导磁合金心嵌置于模制材料中, 且高导磁合金心包括在垂直方向上堆叠的交替层。 在垂直方向上堆叠的交替层包括环氧树之层, 以及高导磁合金层。 其中,高导磁合金层中的每一折设置于环氧树之层中的两个环氧树之层之间。 此外,台积电还取得一项名为曝光眼膜的专利, 授权公告号CN108803231B,申请日期为2017年12月。 专利摘要显示,本公开实施力提供一种曝光眼膜。 曝光眼膜包括基板,其包含低热膨胀材料。 曝光眼膜也包括反射结构,设置于基板上方。 反射结构包括第一层和设置于第一层上方的第二层。 至少第二层为多孔。 曝光眼膜的制造方法,包括于基板上方形成多层反射结构。 形成多层反射结构包括形成多个重复薄膜队。 薄膜队各自包括第一层和多孔第二层。 于多层反射结构形成上方盖层。 于盖层上方形成吸收层。 对于2奈米工艺,台积电取得最重要的专利则是一项名为半导体器件及其制造方法。 授权公告号CN1112-61699B,申请日期为2019年11月。 专利摘要显示,一种半导体器件,包括全环炸场效应电晶体GA-FET。 该GA-FET包括由第一半导体材料制成的沟道区。 该沟道区设置在由第二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底部七层上方, 以及由第三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原级漏级区。 第一半导体材料是锡。 这些专利之所以近日密集公布。 这与台积电在近日举办的I-EE国际电子器件会议不无关系。 IEDM的小组研讨会上透露, 其1.4奈米级工艺制成研发已经全面展开。 同时,台积电还再次强调, 二奈米级制成将按计划于2025年开始量产。 根据Semi-Analysis的Dillon Patel给出的幻灯片, 台积电的1.4奈米制成节点正式名称为A14。 目前,台积电尚未透露A14的量产时间和具体参数, 但考虑到A2节点计划于2025年底量产, N2P节点则定于2026年底量产。 因此,A14节点预计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问世。 在技术方面,A14节点不太可能采用, 垂直对叠互布厂效应电晶体CFET技术, 尽管台积电仍在探索这项技术。 因此,A14可能将像N2节点一样, 依赖于台积电第二代或第三代, 环绕炸机场效应电晶体GAFET技术。 N2和A14等节点将需要系统及协同优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并实现新水平的效能、功耗和功能。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台积电, 是否计划在2027年至2028年时间短, 为A14制程采用High-N AUV曝光技术, 考虑到届时,英特尔以及可能其他晶片制造商将采用和完善下一代数值孔径为0.55的EUV曝光机, 台积电使用这些机器应该相当容易。 然而,由于高数值孔径EUV曝光技术将演磨尺寸减半, 其使用将给晶片设计人员和制造商带来一些额外的挑战。 当然,从现在到2027年至2028年, 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此还不能做出太多假设。 但很明显,台积电的科学家和开发人员正在研究下一代生产节点。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